哈嘍大家好,我是华伦 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 这是没有要说故事,而是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因为之前得知由于疫情的关系 公益团体获得捐赠大幅减少 而依目前情况来看 恐怕这波疫情对公益团体的冲击 会再进一步的加剧 相信在这波疫情之下 许多朋友与我一样,或多或少 财务状况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再不增加大家负担 简单来说吧,就是不用拿出钱的前提下 能让大家继续支持这些公益团体 我可以想到的方法是 就是利用YouTube的广告收益机制 这怎么说呢? 就是要利用大家的空闲时间 汇集成流量,借此 来达到YouTube的广告收益效果 用这样的方式,大家可以不用出钱 只要利用您在空闲的时候 多多收看或是收听这个频道 就可以来帮助公益团体 而我这边呢,则是承诺 所有收到来自于YouTube的广告收益 其中10%捐助给公益团体 目前,我将捐赠的目标设定为10家公益团体 除了之前有捐赠过的创世基金会 伊甸基金会 安德烈私物银行 郑南儿童家园等4个公益团体外 其他的6个,只要请大家帮忙在本视频的下方留言推荐 我会取前6个 只要是有政府立案的公益团体就可以了 因为我目前尚未达到申请YouTube广告收益的门槛 所以这个活动呢,还必须取得这个资格 而这一点呢,需要大家帮忙一起完成 在这里,需要大家动动您的手指 订阅本频道 让本频道订阅人数突破1000人 并且,利用您空闲的时间收看或是收听本频道 让浏览时间呢,超过申请资格4000小时的门槛 除了收看之外,您还可以在做饭的时候 或是在家工作的时候 先进入本视频,点选视频头像的logo 然后再点选播放清单 之后点选节目 将这个视频当作是背景音乐来进行收听 若是您也认同我这个理念 麻烦您将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或是分享到您的脸书 并且点赞 感谢大家 感谢您愿意为公益团体的活动尽一份心力 谢谢您